很多人想让我聊聊价值投资 所以今天介绍一本书 叫做投资心智 这本书很厚 但不用怕知识太硬念不完 因为这本书 多数篇章都是自传 聊自己在使用价值投资时 所遇到的一些困难 作者是一对妇女一起写完的 很有趣 这对妇女都是财经主播 跟我一样 有时候我们喜欢听媒体人讲话 就是因为讲话够真实 简单易懂 不会有太多的学术名词 接地气 所以非常适合刚进入市场的投资者 今天就花几分钟分享给各位 其实讲到价值投资 难免就一定会讲到巴菲特 但很多人以为波克夏的投资思维 仅仅就是由巴菲特的思维作为代表 其实他的好朋友 同时也是波克夏的副总裁 查理梦格 也贡献非常多 所以我们今天就好好来谈一谈 价值投资在他们心中是长什么样子 难道学会价值投资就会必胜吗 价值投资的风险是什么 我们重新复习一下 巴菲特和查理梦格所谓的价值投资 有几个要点 第一个是指投资自己完全了解的公司 因为你要完全了解一家公司 了解一家企业是不可能的 所以一家公司 这个企业的赚钱的方式 我要特别的清楚 如果不清楚的话 那么我就完全的不投 所以企业模式要简单易懂 第二个是英雄要论出生底 这个企业过去是否有持续稳定的经营历史 如果它只有几年的时间 那我也不会投 所以我们待会聊一下 网络泡沫破裂的时候 波克夏手上压根就没有任何的网络股 因为根本就没发展几年 它也搞不清楚这些网络股的经营模式 可能跟现在特斯拉也有点像 好 第三个是它保持着经营优势 就是不是让这间公司目前还没有竞争对手 而且以后也很难有 也就是一家企业是否有良好的长期减紧 好 那我们一一来谈 首先第一条特别简单易懂 巴菲特特别清楚 它手边公司的经营状况 它从来不做自己不明白的企业 所以刚才提到 2000年网络泡沫破裂的时候 巴菲特没有投资任何的网络股 原因就是因为它不懂 它说我不知道这些公司 筹出了这么多资金 是要花去哪里买更好的电脑 还是怎么样 具体这些公司怎么盈利 它也不知道 所以这边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它说投资成功并不是靠你懂多少 而是靠你认清自己不懂多少 在自己的能力圈里面做投资 这并不是说圈子有多大的问题 而是你如何定义这个圈子的问题 这是巴菲特的名言 这个问题不在于圈子有多大 而是你如何去定义嘛 所以就是看你的能力 是不是又能够理解 好 那现在问题来了 倒不是两面论 波克夏虽然避开了2000年的网络泡沫 但是你会发现 近10年波克夏的绩效 是远远输给美股大盘的 所以你可以理解 它宁愿损失了Google的投资 Facebook Netflix 这些尖牙股的投资 它也不愿意 而且这个投资 这些可能带给它更多风险的企业 巴菲特在2000年突然之间来到了全世界的第二大富豪 就是因为网络泡沫破裂嘛 当然这方面我们得花更多的时间来去解释 因为虽然巴菲特现在仍然不愿意去购买这些科技果 但也不代表他一定会输给大盘嘛 也许当下一次股市泡沫破裂的时候 他又变成了绩效王 但是至少证明一件事情 观众朋友 如果你是投资新手 你信奉价值投资 你是绝对不会买特斯拉 Google Facebook Amazon这些公司的 因为巴菲特压根就不买 好 那讲的第二个原则 就是公司必须要有持续的稳定的获利 而且这个稳定的获利 并不是连续几个月月的这种营收成长 是好几十年稳定的成长 巴菲特说他从来几乎不关注热门股 如果一家企业展示了持续稳定的经营历史 年复一年的提供了同样的产品和服务 推测他持续的成功 那就是合理的 可是这个时候他的价格可能会比较高 但巴菲特还是认为 一个合理价格上的好企业 比便宜价格的坏企业更有利可图 这是他选择的立场 好 观众朋友 如果一间公司我要求的是稳定获利 而不是急需要努力扩敞 大量资本支出的这种科技股 那也就代表着 照理来讲 这间公司赚了多少钱 应该要尽可能地把手上赚的钱 回馈给投资者 你就应该把钱分给股东 让股东因此受益 巴菲特认为这就是一个理性的管理者 所以他在投资可口可乐 IBM或者富国银行通用汽车的时候 他们就会发现 所有这些公司的管理者都有一个习惯 就是当公司有了很多的钱 那不知道该怎么用的时候 就给大家分享 就给股东分红 除了分红之外 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 叫做回购股票 回购股票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是 如果股价真的是低购于公司的实质价值的话 那就是一个很好的投资 那就是一个很好的生意 你花了很少的钱 把公司的股份给增加了 对吧 那第二个好处就是回购股票会给股民分红 会让股民觉得公司的股价 在不断的增长 所以巴菲特认为 如果你能够分红或者回购股票 不把钱都投资在一些乱买企业上 或者把钱都投资在一些低回报的项目上 这就是一个理性的表现 第三个原则叫做良好的长期前景 巴菲特把企业分成两类 一类是少数伟大的企业 还有一类是多数平庸的企业 他把伟大的企业称据为 有特许经营权的企业 这跟我们理解那种 麦当劳的特许经营权不太一样 这就是一种特权 这种特权的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 这个公司的产品是被需要或者被渴望的 比如说可口可乐 它被需要被渴望 第二个产品是它无可替代 你说百事可乐不是可以替代得了 可口可乐吗 替代不了 这个品牌它替代不了 第三个 在这个行业里面没有特别奇怪的限制 如果这个行业有管制的话 那么巴菲特就不会投资它 因为这种公司具有价格弹性 它能够令企业获得超出平均的投资回报 那这些伟大的企业都会有护城河 很多人问巴菲特说 这个护城河是要多宽 这个多宽就算宽 多宽算好 那巴菲特就回答说 跟韩信点评一样多多益善 然后当然是越宽越好 就是能够保障竞争优势的产品东西越多 巴菲特就会感到越安心 就有一些普通的企业 他们只能通过在价格上的竞争 才能够获得订单 但是你仔细往上一看 就会发现 这些低成本的攻击者 只有用低成本的优势 才能够获得市场 这些人唯一赚钱的机会 就是供应短缺的时候 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这个台湾 1980年代台湾 随便你只要搞个工厂 就能够赚钱 随便生产 什么都有人买 为什么 因为那就是一个 攻击短缺的时期 任何烂企业 都能够赚到钱 只要你成本够低 你只要给人家东西就可以 所以预测这些企业的成功 其实是预测 什么时候 能够出现短缺的时期 而这个预测 是特别困难的 所以巴菲特从来不去投资 这些不具备 竞争优势的公司 这是判断企业的三个标准 要有良好的长期的前景 要持续稳定的经营历史 还要简单易懂 好 当然 介绍完原则 我们还是来稍微提一下 价值投资具体股票的判断指标 跟我们一般分析 短期股票 基本面的方式不太一样 第一种叫ROA 资产报酬率 通常观众朋友听我们在直播 在针对一档全资股 做短期获利追踪时 在股市上经常会使用是 每股盈余EPS 来衡量一个公司的表现 就每一股可以赚多少钱 但是巴菲特认为 每股盈余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数字 为什么呢 因为公司会留存上一度的部分盈余 留存这些盈余之后 你每股盈余可能就会自然增加 所以这一季的获利表现 可能不是很准确 所以他认为衡量一个公司的年度表现 纯粹直接从资产的回报率 就直接从资产来看 你资产增加了多少 就是我投资这么多钱 我能够增长多少钱 那第二个呢 是看股东权益报酬率 也就是我们讲的ROA 这里头很有趣 因为巴菲特 大家都知道 喜欢那些常年稳定成长的公司 照理来讲 这些公司每年都应该要配发 鼓励回去给股东们 但你会发现 美国股市几乎有一半以上的企业 完全没有发过鼓励 就连波克架本身也不发 ROA很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因为股东权益报酬率 是由美股盈余 在处于股东权益 它可以更精准地 直接衡量 我实质的获利状况 而不是拘腻在鼓励上 那第三点是毛利率 毛利是公司的收入减掉成本 一旦产品无法被取代 它就不会拥有高毛利率 你像可口可乐的毛利率 一直在60%以上 所以巴菲特认为 至少要在过去五年平均毛利率 大于40%以上 所以根据上述三点 公司上市要10年以上 股东潜入率20%以上 毛利率大于40% 如果单从指标来看 你会发现台积电其实都符合 但是你还是会发现 那其实脸书 Google Amazon 这样的公司也都符合 那为什么巴菲特 还是没有大量买入呢 因为产业会迭代 刚才讲的 如果一间公司 我要求的是稳定的获利成长 而不是急着要努力扩产 大量的资本支出的这种科技股 就不会是我们的首选 所以大家仔细思考看看 如果你是巴菲特 你会持有台积电吗 指标介绍完了 什么时候买入 唯一的原则叫减便宜 低价买入 巴菲特算出一档股票的合理价之后 它会仅仅 如果它仅仅 略为高于内在价格 它是不会买的 因为公司未来的经营 只要出现波动 就可能导致它亏损 反之内在的价值 与股票价格之间的差距过大 就是股价再跌 都跌不到这家公司的实质价值 那我就相当于用折扣价 买到了这种的杰出的公司 当然市场会纠正它的错误 如果公司是一个好公司 它迟早会回归到正常的价值去 这个时候波克夏就会获利 还包括要强调安全边际估值 什么叫做安全边际估值呢 就是当你用这个价格 买进这家公司的时候 如果用这个价格 正好在盈亏的平衡点 如果这个价格再低一点点 你就会赔钱的话 那很明显 你没有足够的安全边际 那么如果你看这些公司 就算再亏个30% 你还是能够赚钱 那就是有着足够高的安全边际 所以巴菲特和孟格 在投资公司的时候 一定要看光便宜是不够的 光是便宜 还要有足够的安全边际 这样才行 所以我会觉得 就算产生了巨幅的波动 我依然能够拿得住 要有这种抱持的股票 长期的想法 最后我想跟各位分享 在书中提到的一件事情就是 巴菲特他是一个非常爱读书的人 爱读书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他走到任何一个地方 都会带一本书 他曾经说过 只要我手上有一本书 我就永远不会觉得浪费时间 比如说他坐火车 或者坐车到办公室 发现塞车 或者班次延误 没关系 我就拿本书 就坐在那边看 他说有一次他坐飞机的时候 旁边遇到一个中国女孩 他就一路在看书 他发现这个中国女孩 在飞机上 一路在算微积分的题 他说太了不起了 他说既然能够遇到一个 一路上在做微积分题目的这个人 他说中国这个民族是很不得了 所以巴菲特是一个 极度喜欢阅读的人 而且他说 他所认识的人当中 没有一个是不热爱阅读的 就是他认识所有人当中 基本上都喜欢阅读 比如他的搭档查理梦格 他们俩就互相评价说 对方是一个 长着两只脚的书柜 或者长着两只脚的一本书 就反正有很多种说法 就是太难读书了 所以我们做这种说书的专题 也做了好长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以来 就是希望能够把书中的知识 传播出去 一本书的内容 等同于作者努力 把心中的价值观 做清楚的梳理 我会这么说 是因为我自己也出过书嘛 写书真的很累 绞尽脑子把毕生所学 一次释出 当然 如果你喜欢听我说书 想要了解更多的财经知识的话 也欢迎你 可以持续的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节目到这边 本书还有非常多的内容 没有提到 欢迎大家可以买回家看看 我们也特别抽出几位读者 送出不同的书籍 不一定是这本书啦 记得在底下留言说 你想要抽书 并且转发我们 Gマ你的贴文 欢迎各位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开启小铃铛 以后也会随时上传我的见解 或者你有想要了解其他的主题 也可以在YouTube上 搜寻我的频道 游挺好的财经浩甲 欢迎你在影片底下留言 我们下期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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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